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课程 这项网络直播呢 是由于四培以及莱纳电脑公司秉持着为了孩子 为了明天 温馨为您呈现 好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还有我们的Friends in的Friends们 全部到了吗 如果你已经到齐了 也准备好了 就在这个Chatbox呢 跟AgentWing来打声招呼 好不好 好 Enjoying 来看一下 好 哇 OK 我看到了 有很多同学哦 哈啰 你好 哇 刚刚我看到一位同学说 他等不及今天的这个直播 他说快点开始 他讲是一个美术课 诶 其实你要看好来哦 我们的这个标题是The Art of Speaking 就是呢 是这个 言语的这个 艺术 OK 是怎样去讲话 或者是怎样去对话哦 而不是真正的一个美术课哦 所以你要注意好来哦 好不好 好 OK OK 好 好 不知不觉呢 也已经来到了 这一个一整年 每一年的第一个这个休息站 哈 就是这个三月份的这一个假期啦 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 看到AgentWing后面这里的这一片 OK 海洋 还有我们的Poster呢 也是换了哦 这个呢 就是为了迎合呢 这一个星期的这一个假期呢 而做的一个全新的这一个主题 OK 就是放假的主题咯 就是可以去海边去度假这样的 看到吗 很漂亮 还有很大个的这一个洞系也在 OK 然后这里呢 两个小朋友大朋友呢 除了很开心的到海边去玩 当然也会没有忘记 所以 出到外面一定要戴口罩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OK 非常的棒 OK 所以呢 如果相信 这些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以及朋友 如果有趁这个假期出去走走 也一定要记得要戴好你的口罩 然后跟从这个SOB过后呢 记得群洗手 不管你在做任何的事情 比如说你要用餐之前 或者是回到家 OK 就要马上去洗手 跟去冲凉 换掉那些衣服 好不好 OK 所以我刚刚有讲到 我们会来到了第一个休息站 为什么呢 Agent Wing要这样子讲呢 OK 其实是这样的 在一年里面呢 我们有很多个假期嘛 对不对 我们有3月假期 5月6月又有一次假期 7月也有一次的假期 OK 9月也有一次的假期 最后就会到我们的年尾大放假 对不对 相信这些假期呢 都是所有的同学们都非常期待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会很开心 就像 Agent Wing以前小的时候呢 在读书也是非常期待 这一个假期的到来 就好像一个打卡这样子 耶 我们终于到了第一关的假期 今天3月 OK 休息一下 然后下一次就要等到5月6月 但是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 除了很开心的休息玩 或者是去进修一些其他的过程之外 我们还要问看自己 就是说 这个假期其实就是让我们去反思一下 到底从开学到第一个这一个3月的假期 我们到底呢 在这个求学的路上 有没有达成了什么成就 就好像比如说 可能比如说 学校有举办一些演讲比赛啊 那我有参加了 可能有去拿到一些名次也好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成就也是很棒 或者是 可能我在趁这个假期之前呢 有学到了一些 多的这个知识 或者是我说 诶 我的数学本来很不好去年 今年呢 我就打算呢 去恶补我的这个数学科 所以呢 到3月之前 就这个假期 我都有一直很专心的听老师的讲课 也有去练习 做这个数学的功课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会可以在这次的假期 去好好的想一下 到底 从1月到现在 ok 你有达到了什么成就 ok 如果有的话呢 非常棒 ok 这里呢 给你一个大大的 good 如果没有的话呢 不用紧 你就趁这个时候想一想 然后写下来你的这个目标 好 好不好 这样子呢 你就在下一个的假期到来之前 就是5月6月到来之前呢 你就去用这一个时间 就是等下3月放假 过后呢 4月到这个5月6月的放假之前 去完成你所定下的这个目标 好不好 好 好 这里呢 相信各位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是非常非常厉害 跟非常地去去做自己的这个目标的啦 所以呢 Agenwin呢 就再次先祝大家这个求学愉快 然后这个求学路上呢 顺顺利利 好 上个星期三 我们有这一个目标人Ivy老师 来为大家介绍了很多种类的密封 有很多颜色的 不只是蓝色跟黄色的条纹 甚至呢 他还介绍了很多种类的蜜糖 蜂胶 对不对 ok 所以相信同学们一定可以回答这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蜜蜂呢 到底呢 有几条腿 ok 就是他的身上呢 有几条腿啦 ok 好 那这个就是上个星期的这一个文凭的问题啦 好 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就是呢 我们的六条腿 而且 据这个Ivy老师所说呢 就是蜜蜂的每一条腿呢 都会有自己的 这一个工作 就好像前面的两只腿呢 是拿来抱花蜜的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四条腿又有别的功能 所以呢 他们都会一起的去合作 去完成这一个整个采花蜜的任务 跟建这一个蜂巢的这个任务 ok 好 再来我们来看看 哇 这可爱的小狗在大海里面游泳 但是呢 他还不忘跟你说什么 就是 他说 他已经Friends In了 这样请问你Friends In了吗 ok 这里呢 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Friends In呢 非常厉害 大家都非常踊跃的参加 所以呢 里面呢 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活动呢 是要准备再给大家去参与的哦 所以呢 如果你发现到还有你的朋友啊 甚至是各个姐姐弟弟妹妹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呢 还没有参加的话呢 就赶快让他们快快来参加哦 因为呢 趁着这一年呢 有这一个非常大的优惠 也就是我们是不需要给这一个会员费啊 就是免费今年的哦 所以呢 就要赶快去加入哦 不要错过这个大好机会 所以这个Friends In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安全呢 以及方便学习的地方 里面会有Stream 就是不同领域的导师来教导大家知识 甚至包括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一些知识哦 就好像这一个PDPDR的课程呢 也是会有 就是你的课文上不理解的地方 也可以来这里学习 竞修 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比赛给你参加 允许很多的礼物跟积分 积分呢 累积了过后呢 就可以拿去扣除明年的这个会员费哦 所以呢 就等于说每一年你都是免费的哦 甚至呢 我们还有优惠 比如说以后有很多Promotion啊 Voucher啊 会给你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赶快的去参加 你就可以享有这个VIP的待遇 当然错少不了这个Forum 我们的这个粉专业呢 也会在近期内最快最快很快很快要去推出了哦 所以你们要快快的去加入 可能呢 到时候还会有优惠 也说不定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你是在FanPage出了过后才加入 可能就会有些优惠呢 就没有得拿到咯 所以呢 就要趁这个时候呢 赶快加入 好 这个呢 就是报名加入的这一个QR Code和Link啦 如果呢 你不知道要如何的去参加 或者是如何的报名 甚至你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一个FanPage 你想问 怎么办呢 给 不用担心 你可以 随时呢 都可以 发电邮给我们询问 或者呢 你可以去浏览我们的这一个Dainabook Malaysia Facebook的这一个Facebook的专业呢 去PM 我们的这一个客户人员 他们呢 会去解答你们的疑惑哦 好 如果我刚刚没有看到这一个的 也可以 等下看重播 或者是把你的这个视频暂停 然后Scan QR Code去报名 但是一定要记得 先要先报名爸爸或者妈妈的 过后才可以再报名孩子的哦 好不好 好的 所以 我看到 哇 好多人都已经去FansIn了 非常棒 好 当然记得一定要Subscribe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还有为今天的这一个video点赞 OK 好不好 去支持我们的这一个老师 让更多的同学可以知道 这里有很好的学习平台 好的 相信各位Fans呢 一定跟AgentWin一样 一定可以遵守规则和保持自律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直播的规则 我们一定要快乐的学习 可以专心学习 不分年级 不分周数 不分学校 好不好 所以呢 希望在Chatbox里面呢 大家都非常踊跃的去使用这个Chatbox 跟老师互动 如果要聊天那些的话呢 就暂时先放这些 等下上课过后呢 才去继续的聊天 好不好 好 好 这里呢 再次提醒如果有同学 可能有补习 还是补法 这个时候看直播 也可以欢迎你们看重播 我们的这个文凭呢 也是会开放到很长的一个时间 因为可以让你有时间看重播 跟拿我们的这个文凭哦 好 今天呢 我们是非常有荣幸的 请到的老师 是来自这一个 童心园工作坊的 这一个梁润辉老师 但是其实呢 他比较喜欢我们叫他大象哥哥 他今天呢 会来跟我们分享 这一个 原语的艺术哦 OK 不是绘画的那个艺术啊 OK 到底原语的艺术呢 是什么来的呢 好 相信大家有些同学呢 也是 可以知道我们的大象哥哥 对不对 因为之前呢 他也是有来我们的平台上 分享故事给大家听 对不对 那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精彩 耶 所以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 OK 大大力的掌声呢 欢迎我们的大象哥哥出场 欢迎 哈喽 谢谢Ajv 各位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好大象哥哥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我先待命 有什么你可以呼唤我 好 没有问题 谢谢你Ajv 好 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然后 这次是我其实第二次来 Diner Bob之女的平台 分享故事 然后呢 今天呢 其实 在对上一次嘛 我们就有谈到 关于情绪的 然后刚才有听到Ajv 说有些同学 误会了 还有今天我们要讲的 课是关于艺术的 也是艺术啦 我觉得 其实我们说话 其实也是一种艺术 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聊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 在看你们的规则里面 第二条 就有一个规则是说 人的心有多纯洁 言语就有多美丽 那我觉得的确真的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也在将来我们无论是多少年级都好 多少岁都好 或者是来到将来出来像 大象哥哥出来社会工作了 那我觉得说 说话的技巧还是必须要有 然后一些言语上 我们的用词等之类的 我们都必须要去 留意和注意一下 那今天呢 大象哥哥不会 大象哥哥不会叫你们去 画美术 所以你们不需要去准备任何的词 或笔之类的东西 那我们其实是来玩玩游戏 听听故事 来学习一些事情 好 那我开始分享我今天的故事 我要分享我今天的课题 好 请稍等一下 来分享今天的 好 欢迎来到大象哥哥说故事 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的一场文字之旅 那先自我介绍一下 有的同学可能你还不太认识我 那我的名字叫梁润辉 然后润免的润光辉的辉 那通常呢 各位就是朋友们 或者老师们 或者同学们 都会称呼我为大象哥哥 那我的职业呢 其实是一位领队策划师 然后同时也是绘本与作油的推广导师 然后我是同性园工作方 与同性园亲子餐馆的折行长 那我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 我会有策划一些生活营 比如说你在这个图片上看到的 就是我会跟小朋友们去露营 或者在学校举办一些营队的活动 那另外呢就是我经常会有到处去分享 绘本分享 就比如今天的活动 其实它就是一场绘本的分享活动 那另外呢我也是会经常带家长们 小朋友们去玩一些座游 亲子座游活动 那如果你有兴趣 知道什么是座游活动的话呢 那你可以有机会去浏览大象哥哥的脸书 你就知道什么是座游 那还有呢就是我经常会有去一些地方 办一些团队建设的活动 或者是团勘的活动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 那这里呢就是我主要的工作的地点 同心院亲子餐馆 那大象哥哥不住在动物园 那我只是 其实是在这里工作 我的工作地点是 说绘本给小朋友们听 然后不是表演踩皮球 然后也不是去表演杂技之类的 就是说故事 那主要是我在这里会有负责餐馆 还有就是有一个座游空间 有一个绘本说故事的空间 还有一些阅读处给小朋友们 可以去看故事 那这就是我的工作的地点 那他是在医保 然后如果你们是医保人 他就在冰儒感 那你有机会可以来自你叛访大象哥哥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来 让老师来调整一下 好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参与今天的文字之旅 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 你可以称呼我 上天下地 霹雳无敌 快速 魅力四射 人见人爱 此间车在花见花开 闪电狗 很长对不对 就是上天下地 霹雳无敌 快速 然后魅力四射 人见人爱 车见车在花见花开 闪电狗 就很长对不对 所以很难记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称呼 我闪电狗 那以前呢 我们其实都没有办法这样的去形容我们自己 为什么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 文字文明并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 像现在你们可以自己创造很多的文字出来 比如说 刺激啊 这些其实以前我们就真的是刺激 可是对你们现在来讲 你们其实就是一场游戏 尽管刺激吗 如果你跟以前的人去讲这句话 可能他不太明白 因为以前的文字的文明 并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 它们没有这么多字 刺激真的是刺激 不会像我们讲很多种 文字是可能short cut short cut short cut 到我们是完全都不懂是什么意思 所以以前的文字并没有像这么文明 那今天呢 让我带大家来一趟文字之旅 一起认识更多关于文字的历史 那我们出发吧 我待会儿才看你们的留言 我的大象哥哥旁边其实有开了一架电脑 然后我看到你们的留言 然后我看到你们笑 好 在远古的时代 其实这个世界上在一开始 是没有任何的语言的 那人类 他们就变靠着一些简单的声音 比如说 啊 啊啊 啊啊 手势 就是他们配合一些声音 手势 图形 或其他方法来表达传递信息 他们可能就是要吃饭 他们就可能做一个动作 以前的人没有拿筷子的嘛 所以他们不会做这个动作 啊啊 要喝水 可能他们会做一些这样子的动作 配合一些简单的声音 来传达我们的信息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 如果你们有去参加圣火影队 你们经常都会有玩到一个游戏 或者如果你们注意看一些电视的节目 你们都会有注意到一个游戏叫做 超级无敌大电视 就是你不能讲话 可是你可以通过动作啊 声音啊 来表达传递你的信息 像以前的人 他们其实就是 以这样子的方法来传递 可能他要讲我喜欢你 那附近人就是讲 我喜欢你嘛 对不对 那以前的人是什么 可能他们就是这样子 我单两下眼 然后他又单两下眼 然后我接受你 我就单三下眼这样子 就是他们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法去传递信息 所以 那个时候呢 除了我们用声音啊 手势啊 等之类的话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去传递信息 包括我们会用一些方法 去记录我们要记录的事情 比如说在以前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些墙壁上 就是山洞里面 岩洞里面 他会有一些岩画 就是墙壁上 那些古人 他们就画上一些画 去记录他们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还有其中一种方法呢 就叫做节省 那比如说有的人 他今天做到了两只鸡 他就把这绳子那边打两个节 今天做到了两只鸡 那今天做到了一只羊 他就打一个更加大的节 他就觉得说 今天有两个小节 一个大节 我是有做了两只鸡和一只羊 那这种方法好吗 他其实不好的支出就是 他在之后可能会忘记了 因为可能在一年之后 他看回这三个节 他完全不记得 发生什么事情 他只知道 这个节是大的 这个节是小的 或者是他儿子回来看的时候 他儿子也忘记了这个是什么事情 所以节省其实也没有很方便 那另外一种叫做陶福 也就是通过符号 我们去记载 那这三种呢 其实都是文字的起源 就是以前的人 他们都会画画在墙壁上 现在我相信很多小朋友 在家里也是很喜欢画画在墙壁上 我们言称了以前古人的一些文化 所以现在小朋友都很想 拿到蜡笔毛 鉴笔就在墙壁上 那这是以前文字的起源 那后来呢 后来文字就开始有一点变化了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刚才讲的 如果我们用声音来传递信息 或者用一些图画来记文字的话 它会带来一些不方便 什么不方便呢 我们可能会传达错误的信息 比如他可能讲说 你走开 他答应两下 你走开 他的意思要暗示你 你不要靠近我 你走开 可是那个人误会了 以为我喜欢你 这样子的意思 那他之间就会产生了很多的误会 包括可能说 有一个男孩子 他想要记录 他今天送了一头猪 给他的老婆 给他的老婆 说我今天买了一头猪 给他老婆 他就画了一头猪在墙壁上 跟他的老婆 两个的样子 他老婆的样子在墙壁上 就一个猪 一个老婆的样子 可是他老婆回来呢 发生什么事情 他老婆看那个图 他就以为 他的老公 他的丈夫在骂他 哦 原来你说我像一头猪 所以 这种就是图画 还有就是 截神 或者是用眼神声音 传递的时候 他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老婆是猪 因为解读错误了 后来啊 人们就开始 在演变 我们的文字就开始 一直一直的去演变了 包括我们在之后 有看到的一些 甲骨文啊 象形字啊 然后还有就是 苏美尔文啊 还有这个 埃及文 如果你有看一些动漫 或者是有看一些 关于埃及的 那个科学的漫画 你都会发现 它其实有这样子的符号 那这些符号 其实是 那时候的古埃及文 就是它是文字来的 他们把这些字 你如果能解读的话 他就能明白他在讲什么 也就是为什么 会有那个考古学家 他们要去认识这些字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历史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些都是文字的起源 当然今天我不会教你 去解读这些文字 我大象哥哥也不是一个 语言的专家 然后我也不是一个 今天去说 要教你什么去 解读这些文字 这些如果有一天 有一些历史老师来 或考古学家来的时候 你们可以去请教他 那在古代 文字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被当成 有魔力的咒服 就是你们如果有看那些 动漫也好 还是有看一些卡通都好 比如看有些人 要念魔咒物色 Money money home 对 他才有那个 还要念一个咒语 那些东西才会出一个法术 魔法的 有时候可能那个咒语念到太长 长到就是 别人都过来打他两巴了 他才念完那个咒语 所以这个是大象哥哥一直也觉得 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 觉得咒语太长了 念到过来 那个人就可以过来打你两巴 然后就结束了整个漫画 整个动漫 整个故事 所以 那时候 那种物色 他们都是非常有知识的 对那时候的人来讲 物色都是非常有知识的 因为只有通灵的物色 他们才有权利去学习这个文字 因为这些文字都是咒语 他们相信念出这些咒语 他们可以让石头飘起来 他们可以让大树突然间长很多花 这是在古代的时候 人们相信的一件事情 在很封建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知识 那只有咒识 他才可以学习这些咒语 好 今天 我们这个闪电狗 我忘记了他的整个称呼 是什么称呼的 大家哥哥在写的时候也是写的非常长 我只记得他是上天下地而已 霹雳无敌快速 然后后面的我忘记了 就是闪电狗 今天闪电狗 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它特别在哪里 你需要付费 你要给钱 你去买一些文字 你要吃下去 你才能说话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那个地方 我们要去那个地方 我们就必须要做好一些准备 不然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嘴巴是讲不到话出来的 然后我们要做好一些准备 你才能说话 好 我们首先会来到的第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文字采矿场 来这里干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懂 其实我们的汉字 我们以汉字为标准 今天都是以很多的一些笔画 所组成的 所以呢 在这个文字采矿场里面 它有超级超级超级多的一些笔画在里面 它其实是可以组成一个池 那我就让同学们来猜猜看 这些笔画能组成什么池 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咯 第一题 来 它会变化的 那待会就会变化的 我让你们来猜猜看 我这边有四张图 第四张它就会变成一个池了 我让小朋友们去猜猜看 那同学们去猜猜看 这是什么文字 你们可以打在留言区 我会 你看我的眼睛头瞄左边的时候 我就是在看这里面的留言 这是第二次哦 第三次 确定吗 我看到一萱说灰尘 宇童说灰尘 哇 好厉害 对 第一个字就是灰尘 哇 都好厉害嘛 你看 全部都打着灰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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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OK 那么厉害 我们来看看第二题 你们收集到了灰尘这个词 那待会你们就可以用来 坐在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玩的时候的一些小工具 第二题 来 这个很多笔画哦 很多很多笔画 我让你们猜猜看 我数五声 我才换去另外一页 5 4 3 2 1 OK 没有啊 没有就翻了 OK再来 很难哦 这是跟一种水果有关的 5 4 3 2 1 如果你不会打这个字的中文 你打英文也是可以 OK 好 櫻桃櫻桃櫻桃 好 来 我来介绍 太厉害了 你们太棒了 就是 是不是 梁桃 也对一个桃字 至少 櫻桃櫻桃櫻桃 对 这个字是 櫻桃 来 我们来看第三个字 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 都可以立刻猜到 第三题 来 这个字是什么字 5 4 3 2 1 来 5 4 3 2 1 好了我看到你们打字打很快了 都对了 就是 答对了 就是蜜糖 哇 你们的中文水准 一定很高 要不然不可能我把这些字拆到这么散 你们都可以在第一章就可以看得出它是什么词了 太厉害了 我觉得一定是平时都很用心的在听你们的老师讲课 才能有这样子的水准 瞬间回答到我的问题 啊 我们收集了三个词 灰尘 樱桃 还有一个是蜜糖 这些词 好像还没有收集到足够哦 只有三个词去到那个地方又不能讲话 然后这些词 就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词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闪电狗现在带你们去文字市集 购买你需要的文字吧 今天啊 是本旅行社 就是我们的闪电旅行社 十周年的纪念 我所以决定送给大家三个金币 平时没有送了哦 平时是你们要自己给钱买的 今天 闪电狗旅行社 十周年纪念 所以呢 我就送你们三个金币 你看啊 一个人三个啊 这边如果有100个人的话 就有300个了 我就送过300块出去 每一个金币都可以购买一组文字 你想要买什么文字呢 一个金币买一组哦 什么时候一组呢 就是 你看哦 就是这样子 来我们来文字市集 你看 胖子是一组哦 你不能拆开 买胖一个字 指一个字哦 可以吗 也可以啦 是你吃亏哦 本来一个金币 你可以买胖子两个字的 一个词的 可是你就亏了 不一样的大小的字 它其实就是不一样 它就是单独的 比如玩 它就是单独的 不要 它也是单独 不要 它就是一个词 然后还有 你笑起来正好看 123456 1234567 七个字 也是一个金币而已 OK 一个金币而已哦 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们要买这些字 才可以讲话的 那你会买什么字 每个人只可以买三组哦 三组哦 OK 你们就写下来 你就是比如说 老师想要买的是 可爱胖子 然后 再来一根 哈哈哈哈 我就写 可爱胖子 哈哈哈哈 我有三个金币吗 我一个买可爱 一个买胖子 一个买哈哈 OK 我就买这三个字 那你们就写 你们就写 你们想要买的三个 没有的都要哦 你只有三个金币而已 目前 所以你只能买 OK 我看到一些同学写 吃饭 苹果 汉堡 有些人写 手机 救命 哈哈哈哈 对不起 谢谢 交换 I want mommy OK 妈妈 救命 我看哪一个字 最多人买的 你笑起来 真好看 你们是想买这句话来 吃了之后告诉我 你笑起来 真好看 是吗 抱抱 害怕笨蛋 手机开心 看宝 妈妈 目前看起来 最多人 最多人买的文字是 妈妈 妈妈是最多的 你笑起来 真好看 是第二多的 然后呢 手机 手机是第三多的 我看看 这三个是最多的 还有就是 没有 妈妈是最多的 发现 你笑起来 反正好看这个妈妈 这两个是最多的 OK 都买好了吗 你三个金币 只是买一个词 你吃亏哦 所以你想好 你要买什么 哈哈 我看到 一会说 一会讲 他买 不要玩手机 所以你买了这三个字 帅气手机妈妈 我要玩手机 我要玩手机 我没有我要这个字啊 我只有 没有我要啊 只有不要不了 没有我要啊 好 古代人有手机吗 古代人没有手机 可是古代人 我们现在有手机 这个词而已 OK 不是买手机啊 是买这个字而已啊 就是你吃了下去 你可以讲这个字啊 你买了手机 这个字吃了下去 以后你就是讲什么话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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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买的是 笨蛋 胖子 哈哈哈哈 那你一直讲的话就是 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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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子 胖子 哈哈哈哈 你的讲的话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加到之前的 灰尘 那以后只能讲这样子的字而已 OK 来 我们来看看哦 我忘记了有一个其实是有个G1030秒 然后他会有个闹口跳出来 我忘记按G1030秒 OK 玩苹果手机 你们太厉害了 不要玩垃圾 妈妈笑起来正好看 手机是人的需求物品 没有这么多词 害怕帅气笨蛋 OK 好 我觉得你们太厉害了 厉害在于就是 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词可以组成 玩苹果手机 原来里面有这么高端的东西 然后还有妈妈你笑起来正好看 然后不要玩手机 这些都是我没有想过会组到起来的一个字 那以后可能你只会讲这一句话而已 好 我们要触发前往最后一站 在触发前往最后一站之前呢 能否告诉我你买了什么文字吗 然后 为什么你选择买这个字 前面的你已经告诉我了 后面的你们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选择买这些字吗 比如说 为什么你要买笨蛋 为什么你要买妈妈 好了 我问谁是买妈妈的 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买妈妈这个字 康子不要玩手机 已经超出你的金额了 来 我要请同学们来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买妈妈这个词 为什么你要买手机这个词 如果你是选择三个 你就选择其中一个就好了 比如说 你选择妈妈 为什么你要选择买妈妈这个词 如果你选择的是手机的话 为什么你要选择手机这个词 那个是你以后只能讲的文字 待会你最后一张之间能讲的文字 妈妈才是 因为妈妈才是人 妈妈才是人的需要 OK好 老师读了两次才读得懂 因为那个字体有点小 世上只有妈妈好 因为我爱妈妈 希望妈妈天天开心 我爱爸爸这个名字 我爱妈妈 有的人爱爸爸可能这边没有了选择 手机good OK手机good的人可以告诉老师吗 你为什么选择手机 不是玩的手机 是以后你只能讲手机 比如说 大象哥哥 我会选择买得起的一个词 是妈妈 为什么 因为 从小到大我有个习惯 找不到东西 我就是叫这两个字而已 妈 我的东西在哪里 妈妈 妈妈这个词在我心目中是万能的 就是要吃饭 妈妈 我妈妈就知道我要吃饭了 我要睡觉了 我就喊妈妈 她就会知道我要睡觉了 所以 我会买妈妈这个词 而且我觉得说 什么时候都好 妈妈是我 叫出来 她就会帮忙我的人 所以 妈妈是我 我选择要讲的词 那 你们呢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妈妈这个词 好 我们现在在给你们思考的这个过程之中 我给他们一个三分钟的休息时间 顺便来思考一下 在我们出发最后一站之前 我让你们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你要选择购买这些文字 好 Agent Ming 好 我来咯 好的 所以我们的大象哥哥呢 先休息一下 趁现在同学们呢 在思考这个字 好 好 各位同学们 好 现在呢 就是休息时间 就好像刚刚大象哥哥呢 也是有做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要喝水 OK 有看到吗 OK 来大家快点拿起你的水罐 或者是身边有水 现在去烧水 来跟Agent Ming 一起喝一口水 然后呢 想一想 想刚刚为什么 去选了那一个 词 OK 因为等一下的游戏呢 会比刚才的更加的好玩 更加的有趣哦 OK Agent Ming 已经可以想象的到等一下呢 大家就会用自己所选的字 只可以讲那个字 OK 然后就要接下去接下来的游戏 跟着一个故事的剧情哦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自己选的吃 然后 OK 水准备好了吗 来我们一起喝 OK 好的 大家都非常的棒哦 你都有去喝水 OK 记得一定要 假期的时候 除了 就是休息 放松 然后呢 你也要记得一直补充你的水分哦 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好不好 OK 过后呢 也可以动一动你的身体 OK 扭动一下你的脖子 跟肩膀 因为你是看 你的电话嘛 或者是看这个电脑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要 休息一下 哇好喝了 这个 呃 超一项同学 非常good OK 下次呢 以后 之前大家都要准备好你的水罐哦 OK 但是不要喝太多啦 喝一口就好了 不然等一下你要跑到第三次手 你就会错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的精彩内容 OK 想好呢 你 的这个指示会 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你只是买那个字罢了咯 好像比如说 手机 你是买那个手机的字 而不是买那架手机啊 OK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是要去到 就像 大象哥哥讲的 那个地方呢 的是没有文字的 所以呢 你只可以 讲你买了的字 跟刚刚你拼起来的那些字 好吧 好不好 OK 所以 我们就一起呢 再一次请 我们的大象哥哥 出来 可以带领我们去 继续 这一个冒险 文字 冒险之旅 对吗 好 大象哥哥 OK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好 好 所以我们就出发咯 一样我在后面 可以 默默的守护你们 好 谢谢 Agent Wing 好 那我们要开始 继续我们的 就是出发最后一站之前 我们要来看看 就是我稍微有看了一下 就是 有的人说 说他买谢谢 因为他觉得 做一个有礼貌的人 说谢谢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对不起是因为做错事情 要讲对不起 那有的呢 我看他说 很感动的 就是为了告诉我爱的人 你笑起来正好看 抱抱 可爱 我觉得 这种太棒了 这种人就是 他无时无刻 都想说 我把最好 就是 想自己最想讲的一些话 对着我最爱的人讲 那是一种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那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买了这些文字 我觉得说 你一定有你的理由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要出发去 最后一站 我看大家都已经准备很好了 所以我们就要出发 前往最后一站 这最后一站呢 叫做文字工厂 也是 大象哥哥最想与大家说的一个故事 文字工厂 今天这个是大象哥哥 就是要谢谢闪电狗带你们过来 然后呢 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文字工厂的故事 那这本故事呢 是 是法国 一名叫做埃格尼斯德雷斯卡的作家所写的故事 那画这个故事的人呢 就叫做 《瓦来里亚多干锅》 它画的 那是由我们的 如果你有看绘本的习惯 你就晓得 我们的花婆婆方树珍老师翻译的一本绘本 那今天呢 其实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 我希望大家 我不会一直每一个画面的播给大家看 是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很留心的去听 找一个很舒服的 你觉得这样做着很舒服的 让自己处于一个很舒服的状态 来听大象哥哥去说这个故事 文字工厂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专门制造文字的工厂 住在这里的人很少说话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他们想要说话 他们就必须要先购买文字 所以在这个文字工厂的这个地方 都有很多很多的商店 卖着不一样的文字 有甜蜜的文字 有高雅的文字 有属于夏天的文字 那如果你要讲话怎么呢 你就是需要去这些商店购买这些文字 然后把文字就摇摇摇摇摇 然后吞下去之后 然后在适当的时机 你才能说那些话 就是你这些话 你讲了 这句话就没有了 所以你只要 文字工厂里的机器 就是那种大大简的工厂 它里面有很多机器 它们早上到晚上24小时 都在制造不停的 各种不停的制造各种的文字 有中文啊 有法文啊 有英文啊 有俄文啊 有德文啊 有德文啊等等 它们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你要讲什么语言 你今天想要讲一个法文 我爱 就是意大利文 可能说 我爱你 你就去买意大利文的 你要讲一个日本文的我爱你 你可能就去买一个日本文的语言 Isteru 它就是一个机器生产了很多种类的文字 语言啊 种类啊 都有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喔 有些文字的价格是非常非常的贵的 那一般这些一般的人啊 他们其实都不会去使用这些字 为什么 因为他们根本买不起 这些字太贵了 不要讲买这些字 对这些穷人来讲 三餐啊 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 这些穷人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去特别 去买一些文字 来吃 那除非要买这些字的人啊 他们是大佛 他们就会去买 比如在你在荧幕上看到的一些文字 都是他们放出来卖 卖很贵的 特别是那些很shit的字 很甜蜜的文字 很有意思的字 这些文字 都是只有有钱人才可以买起来 所以喔 在这个文字工厂里面 你要说话 你要很有钱 你要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你每讲出一句话 其实都是用你的钱买回来 那这些没有钱的人 他想说话怎么办呢 他们就只能去捡 去那些有钱人的家里的后面 去捡这些人丢掉的文字 就那些人可能买整牌子 他捡捡捡 就像你们刚才看到 你笑起来真好看 那他买了整句话 有钱人一买就买很贵啊 这句话这么长很贵嘛 可是他不要 他只要你啊 他只要笑啊 他不要起来 他就捡掉起来 他就丢啊 他丢在他家的垃圾桶后面 然后这些穷人 他们就去捡 捡这些人 这些有钱人丢的文字 不通常这些字 都是没有意义的字 比如这样有钱人丢什么字呢 他会丢牛粪啊 狗屎啊 猪头皮啊 等等等等的文字 这些字哦 这些有钱人都觉得 我不会这么低的去讲这些 没有意义的文字 对有钱人来说 这些字他是不需要去讲的 文字工厂啊 在春天啊 就会举办文字的大拍卖 那这个人们就可以用很便宜的钱 去买到一大袋的文字 因为这个文字工厂的机器 它生产字的时候 是一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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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生产的 所以呢 他们就可以 他们就有做拍卖 拍卖你懂吗 就是你经常会看到 你这个人 噢噢噢噢 那边出十令吉 哦 后面的人出二十令吉 哦 最高出五十令吉 五十令吉成交 这一袋文字 都给你 他们就是这样子拍卖 就是 反正这些字都没有人要嘛 我们就用拍卖 可是这些字也是通常是没有什么用的 它可能会比别人丢出来的字有一点点用而已 可是他们都没有用 比如说什么字啊 什么富语树啊 非乐多梦啊 然后这些字哦 它有意义吗 嗯 可能有意义 可是你不晓得什么时候 你才会派上用场 那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要讲话 除了捡有钱人后面的垃圾 然后去拍卖场之外 还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 这个地方的天空哦 它经常会漂浮这些文字 就是漂在天空漂 那这孩子啊 他们就会拿着一个补蝶网 我们是做蝴蝶的 他们就会拿着这些补蝶网 去捕捉这些文字 那到了晚餐的时间 就是吃饭啊 爸爸妈妈回来了 回到家了 他们就可以很自豪地跟爸爸妈妈讲话了 就说话了 就是他捡到比如说 冬天清竹散步 吃吃吃下去之后 他就可以讲话了 所以对孩子来讲 其实他们很喜欢去做这些字 因为他们可以很自豪 他们可以讲话 因为在文字工程里面 要讲话 要说话 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这个文字工程里面 就是一个小男孩 这小男孩的名字呢 就叫做肺蕾 肺蕾啊 在这一天他捕捉到了这几个字 但是他不想在晚上说出来 为什么呢 他想要把这些字保留给最特别的人 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做西贝尔 西贝尔是肺蕾的目中情人 然后明天就是西贝尔的生日 他很想很开心的就是去见他的目中情人 然后去跟那个西贝尔说 西贝尔我爱你 就是很浪漫的 他们虽然不能讲话 他们还是可以表情很丰富 我爱你 但是肺蕾啊 他没有办法说这三个字 不管什么语言 都是很贵的 我爱你是很贵的 I Stay Lu I Love You Saya Sika Kamu 这些全部关于我爱你的字 都很贵的 所以不要在留言区告诉老师 老师他不能讲我爱你 但是他可以讲Saya Sika Kamu 没有没有 凡是这一类的字都很贵 所以他存钱筒 他就是存存存存也不足够去买这个字 所以他想把他逮捕到的六个字送给西贝尔 什么字呢 樱桃 灰尘 和椅子 他这一天做到了这三个字 他明天梦中情人生日 他想送给西贝尔 西贝尔他就住在费雷家的附近 住我们死的天 的陫字头 有一天 这是那一天 水里来到了西贝尔家的门孔 他用 Riley 地区 就按了门临 叮噔 叮噔 很有礼貌的 没有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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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我们通常打开门 我们会做什么 打开门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我们通常打开门的第一件事情 你会做什么 或者你拿起电话 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 看看大家 嗨 嗨 我们打开门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嗨 对不对 早安 我们可能会讲早安 我们有可能会讲 Yo What's up 好久没有见 对不对 有些人一进门 看到朋友 很久没有来 他们就会碰拳 然后那种花式拍手 然后讲 Yo brother 好久没有见 对不对 通常我们都会打招呼 都会讲很多的话 可是菲林没有说 他没有说 西北尔 没有 他不会这样子说 西北尔 早安 他说 今天好吗 西北尔 他都没有说这些话 为什么 因为客户袋里面 没有这些文字 他没有这些文字 他就不能吃下去 他就不能说这些话 那他怎么 他只是用微笑 他看西北尔 他就 他给他一个微笑 西北尔今天穿着红樱桃色的洋装 他看到费雷的 他也对他露出 微笑 就是跟他吓一吓 就是两人看着 互相对望的 吓一吓 突然 西北尔的后面 西北尔的后面出现了一个人 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他叫做奥斯卡 智伦是谁呢 智伦他是费雷的情敌 就是他也喜欢西菲尔 他是费雷的情敌 奥斯卡的爸爸非常有钱 他的父母非常非常的有钱 非常的富有 这个费雷他其实不太喜欢奥斯卡 他不喜欢他不是因为他很有钱 也不是他打他不是这些原因 他不喜欢他是因为奥斯卡 他就是讲话没有表情 就冷冷清清的那种人 奥斯卡看着西贝尔 他没有笑容 他就静静的冷静的跟西贝尔说话 说什么呢 紧张的事情来了 这位就是奥斯卡 就是黑色衣服的那个就是奥斯卡 红色樱桃裙这个就是西贝尔 那奥斯卡看到西贝尔 他就跟他讲 我全心全意的爱你 我的西贝尔 我知道未来我们会结婚 就是这样子 我全心全意的爱你 我的西贝尔 我知道未来我们会结婚 奥斯卡 原来也是跟这个西贝尔来表白 你看他有多有钱 他可以完整 讲完所有的话 而且像结婚 爱你这些字在里面都非常的贵 可不是一个斤就可以买到哦 它是非常的非常的贵 他能把它完整的讲完出来 天啊 说这些话 要花好多的钱啊 这贝尔啊 他听到这个奥斯卡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就在心里就想了这一句 要多少钱才能把这句话讲出来 这西贝尔啊 他认识笑咪咪的还是笑 可是费蕾他不知道 西贝尔是对我笑吗 还是他在对着奥斯卡笑呢 我说的话这么的渺小 西贝尔会喜欢吗 喝口水些 他认识地吸了口气 他很喜欢西贝尔 他忍不住了 他心中满满的爱意 他就要把这捕捉到的六个字 说出来 这六个字啊 轻轻地 轻轻地飘向了西贝尔 就像一颗颗珍贵的珍珠 同学们 你还记得 贝尔他捕捉了那六个字吗 还记得吗 贝尔他捕捉了那六个字 我们从一开始他捕捉到了 也是我们刚才在采矿场 采到的字 他捕捉了 樱桃 他捕捉了 灰尘 还有一个是 他要把这六个字都说出来 樱桃 灰尘 一只 贝尼亚 他把这六个字都说出来了 樱桃 灰尘 一只 西贝尔不再笑了 他好像也没有储存到什么话可以回答 他只是静静地看测费雷 然后 慢慢地走向费雷 在他的脸上 温柔地清了一下 那个费雷很开心 对不对 费雷突然想起 自己还有一句话可以说 那个是他很久很久以前 捕捉到的三个字 他很喜欢 很喜欢这句话 他一直很想保留着 他就一直保留在他收藏着 他想留到一个特别的日子 才把这句话说出来 现在 这个特别的日子来临 他微笑地看着西贝尔 轻轻地说 再一次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 大象哥哥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好 那我有一些问题 想来问问看同学们 你觉得为什么西贝尔选择清费雷一下 而不是选择奥斯卡呢 有没有同学 知道为什么西贝尔要选择清费雷一下 而不是选择清 奥斯卡 奥斯卡更有钱嘛 对不对 为什么他选择清费雷 而不是选择奥斯卡呢 狗粮 你们真的是现代的孩子 这些词以前都不会 所以他是撒狗粮 他是要给奥斯卡看 故意 很浪漫 可是他可以清奥斯卡 他清奥斯卡也是可以撒狗粮啊 他撒狗粮给费雷看啊 然后他要很浪漫 他也是可以去清奥斯卡 他清奥斯卡也是可以很浪漫啊 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清费雷 而不是清奥斯卡 因为他喜欢费雷 OK 我看到加西贤 因为他喜欢费雷 很浪漫很浪漫 所以大家都认为 清这个动作是一个很浪漫的表现 所以他就清 我看到里面大家都 一直在写着撒狗粮撒狗粮 是同一个人是吧 所以 因为他西费尔喜欢费雷 问他因为他说的话不够诚意 我觉得他们回答的都有这样子的可能 就是他说的话不够诚意 奥斯卡说的话不够诚意 OK 然后还有就是 西费尔喜欢费雷 有这样子的可能 好 520我看到 这个就是你们自创的语言 好 你们刚才讲的 都是其中一种可能 我觉得都对哦 就是因为奥斯卡很冷淡 所以他不要请他 这个有可能 然后他喜欢费雷 这个也是可能之一 然后奥斯卡说话不够诚意 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你们刚才有讲的 然后也有可能他撒狗粮 我觉得你们讲的都是可能 那我来问大家 如果这个世界需要花钱 购买文字才能说话 你喜欢这样子的世界吗 为什么 就是你要买每个人 就是不是你而已 是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需要花钱 才能买字 才能说话 你不能随便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你想要 你要买 你要说话 你就要花钱来买字 你喜欢这样的世界吗 为什么 如果你写的是喜欢 为什么你喜欢 你写的是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 No No CG 我是不明白什么是CG 是什么意思 然后NO 我明白 NO是不 OK 我看到天忆写不喜欢 No 不喜欢因为很麻烦 天忆写 OK 一箱写的是 我不喜欢 不喜欢 大家都不喜欢 喜欢 OK 我看到Raini有个很特别的答案 Raini说喜欢 这样就不会说错话了 不喜欢 不喜欢 OK 所以大部分的同学 其实都是不喜欢 OK 好 喜欢和不喜欢 其实 都有它的原因 大象哥哥觉得 都有它的原因 OK 不喜欢因为要浪费很多钱 OK 好 不喜欢 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字字的 OK 红杰 我看到你写的 因为我不喜欢赤字 好 来我看到大家的回应了 好 这个世界需要花钱购买文字才能说话吗 我觉得有的人会喜欢 他必定有他的原因 有的人不喜欢也有他的原因 当然这个是主要的 你们你们说的原因 比如说不喜欢 因为这样子就会说错话了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 我今天觉得蛮认同的一件事情 就是每个人都会去说 控制自己讲话 对不对 那喜欢的人是因为觉得说 我肯定是自控能力很好 我可以控制我自己讲的话 我会思考才讲 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去用这个东西 这个用钱来买文字 我不喜欢这样的世界 不喜欢因为我很穷 OK好 也有的写 因为有些人没有钱买文字 好 大家都有大家的原因 我觉得这些理由都是 都能被接受的 因为每件事情 一定有他的好坏 但你们至少知道 你们为什么喜欢和不喜欢 那我来问大家 最后一个问题 你认为这个故事 要告诉我们什么 你看了这个故事 你觉得这个故事 要告诉我们什么 来看看大家的回应 来看看大家的回应 就是 我不喜欢 因为我不太喜欢法语 可是你吃了 你就会讲法语了 OK 你觉得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什么 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这题很难 这题要大家 认真地去思考 就是我们讲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让你们去思考 你们思考到了 你们可以随时告诉大象哥哥 就是 这个故事 要告诉我们什么 OK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 其实费联茨 只是讲了 123456789 他只说了9个字而已 就是樱桃 灰尘 椅子 和再一次 其实 为什么大象哥哥 会想分享这个故事呢 最主要的就是说 说话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 日常经常都会做的事情 包括我们所谓的 在这里 大象哥哥所谓的 言语的艺术也好 说话也好 也包括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沟通 我们要说话的原因 很多时候是因为 我们想要表达 我们想要跟大家 去做一个沟通 那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 都懂很多词嘛 到现在可能六年级了 你懂得词 懂得字很多 在马来西亚 甚至你懂的三种语言 以上 你会懂英文 你会懂马来文 你会懂中文 你都会懂这三种语言 我们懂 我们比敌人的 比其他人都更 其他国家 可能都掌握的 语言更加的多 但其实在这里 大象哥哥邀请大家 去思考一下 很多时候 我们讲出这个词 的用意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讲出 这一句话 我们为什么会讲出 这一个词 比如说刚才在文字四集 文字四集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词 有石头 有笨蛋 有傻瓜 还有一些是可能 开心 伤心 的词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表达出 这些词 当这些词 从我们的口中 讲出来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语气 说给对方听的时候 对方其实会有 什么样的感受 比如说 大象哥哥说自己 我长得很胖 我是一名胖子 跟我去看到 别人的时候 我去和别人说 哇 你很胖哦 你是胖子 这个词是一样的 可是我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我想要带出这句话的目的 是否是一样呢 我觉得这个是要 要请大家去思考的 就是我们在谈这些 讲这些字的时候 我们在讲出这些语言 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甚至是我们在用文字 像你们大家在Facebook 在留言区 打了一些文字的时候 当我们在打出一些文字的时候 这些文字 会不会造成别人一种伤害 而演变成了 一种言语的霸凌 可能我们自己读 不会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 是因为我们是写的人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开心 啊 我叫他是胖子 但这句话 可能在别人听下去的时候 是否会听下去很刺耳 包括如果在那个 我们在Facebook留言 或者是网上留言的时候 我们在打这些词 去取笑别人 我们的待着的目的 不是提醒 比如说我觉得 老师我觉得你有点胖 你是不是应该照顾健康 这句话讲出来 我的用意是希望说 老师能照顾健康 和我去跟他说 哇 你好胖哦 你胖到像猪一样 同样一个胖这个词 我们用了不同的语音 不同的语 就是不同的语调 不同的方法去呈现的时候 这句话 其实是不是会带给大家 一种伤害呢 这是大家今天 就是大象哥哥想要请大家 去思考 那在最后呢 大象哥哥来邀请大家 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费雷啊 他在最后不是说了 在跟西贝尔表达的时候 他就说了 樱桃灰成椅子 这三个字嘛 就是他去跟奥斯卡讲话之后 叫樱桃灰成椅子 然后当那个西贝尔 清了那个费雷的时候 他就把最珍贵的这句话讲了 再一次 我邀请你们 你们可以去Facebook找我 可以去Tap 如果你懂任何的技巧 我让你们去思考 我觉得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我觉得樱桃灰成椅子的意思是 我不要讲出来 再一次是什么 如果有谁 说得出大象哥哥心目中的 那个答案的话 因为昨天大象哥哥 有跟其他老师去讨论 我发现 原来这两句话 是有很多不同的意思的 那你想到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讲到的答案是跟大象哥哥想的是一样的 那我就会送一份礼物给大家 我会抽两个同学 我会送两份礼物给大家 每个人会有一份礼物 我会抽两个同学 这是我的Facebook 同学院工作坊 或者同学院庆祭餐馆 然后呢 你们可以去 想办法去留言给我 我觉得这个就留给你们 去想办法解决了 就是 去可以在 在那边打下 就是你可以留言给我 或者是 等一下 我打回那页先 或者是你在你自己的Facebook 如果你的Facebook的话 你写了 我觉得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你Hash tag 大象哥哥说故事 Instagram也可以 大象哥哥说故事 然后呢 我就会在同学院工作坊 这两个专业里面 宣布得奖者是谁 那我感谢今天大家的相陪 我们后会有期 谢谢 Agent妹你在吗 好 大象哥哥 我来啦 这送给大家的礼物哦 所以 如果你们留言了 你一定要想办法给我看到哦 然后如果你们留言了 我就会送 座游 就是 Harry Potter的座游 这个 我有两盒 可以送给大家 那 如果没有看到就不算哦 所以你可以留言 你可以在Facebook看都可以 我会抽两个 要答对 不是答对 就是讲的答案 和大象哥哥想的答案 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就会送这个礼物给大家 好 好 大家有收到期限吗 就到即时会公布 我会在下期的 就是开学的前一天星期日公布 好 可以 好 OK 我们 来一次感谢我们的大象哥哥 来 各位同学们 我们不要 OK 不要收着我们的这个谢谢 我们在这个Chatbox里面 写 谢谢 谢谢大象哥哥 好不好 OK 我们感谢他今天呢 为我们带来一个很特别的这一个课程 好 谢谢你 大象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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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 so 各位同学们 各位friends 哇 大象哥哥今天分享的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直播课程 今天呢 你们不是学一些很特别的知识 看到就会懂的 而是真的你要去用你的头脑 然后用你的心去感受 然后用头脑去思考 到底刚刚的整个故事呢 是给了你什么 然后呢 Admin也是有看到 有很多的同学非常的棒 都会给出一些很好的答案 对不对 OK 最后的一个那个呢 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那一个男主角哦 OK 到底最后说了 那个9个词句啦 就是我们的这个樱桃 灰尘 椅子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再一次 对不对 你们要去想一下 到底 他是可以变成什么意思 OK 我相信可能大象哥哥呢 就是在等待你们的这个 有创意 而且是有用心去想的答案 所以你要怎样去拿到这个礼物 跟怎样去回答大象哥哥呢 就是你要去找他的那一个 刚刚大象哥哥有放出来的Facebook 他有两个 OK 就是那个同心园工作坊 还有另外一个是同心园的那一个 咖啡 呃 管是吗 你看回去video 就是你看回重播呢 就可以看回刚刚大象哥哥有放出来的那两个 OK 其中一个呢 然后你去那边pm 然后跟他说 hashtag 大象哥哥说故事好不好 然后呢 就可以让大象哥哥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啦 然后呢 到时候如果你有被选中 就是你的答案是最符合大象哥哥的标准答案的话呢 OK 你就可以赢到大象哥哥送给你的奖品啦 好 所以呢 再次感谢我们的大象哥哥 谢谢他今天呢 来分享 OK 希望下一次再有机会请到他来 好不好 好的 所以呢 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certificate的时间啦 OK 所以呢 各位同学们 你们可以去填写 这一个文凭 然后刚刚呢 也是有发现到有好多同学 就是 可能你有去补习还是怎样 就迟进来的对不对 哈 不用说对不起的 不用紧的 OK 如果你迟进来看了 你也可以从头看起好不好 然后呢 你的这个文凭呢 我们也是会开放到明天咯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有机会拿到 只要你有看重播 看直播 OK 都可以去领取我们这个 精美的 特别设计的这个certificat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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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5秒 4 3 2 1 OK 好 如果还没有填好这个文凭的话呢 也不用担心 你一样也是可以看重播 或者是暂停这个video去填哦 好 OK 再来 明天呢我们很特别哦 OK 这里有没有喜欢在家里种植一些植物啊 还是什么的小朋友 还是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是公公婆婆 是喜欢家里面种一些植物的 OK 因为呢明天呢我们会有请到来自这个 HAVVA AgroTech的这个张树黄老师呢 哇 OK 来教大家 怎样去用这个天才班的创意哦 来种植 OK 哈 就是有关系到这个自然 有关系到植物的啦 OK 所以呢 同学们就可以来再多多的增加这种课本上 学不到的知识好不好 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明天的这个直播教学好不好 好 所以这里呢 感谢大家和AgroTech一起执行任务到最后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直播再见 好 明天我们会有珊珊姐姐哦 OK 所以非常期待哦 好 So for the children for the future 2021爱妮下个任务 我们再见 拜拜